最实用的印度小叶子坛佛珠分级价格指南 刚才在给朋友配货的时候 正好找出了这四类 都是8米尺寸108粒的印度小叶子坛佛珠 价格都是小百和中百 也是现在市面上需求量最大 大家最难区分的几类 给大家对比分析一下 先看第一个级别 这是第一个级别 这类子坛佛珠商家现在叫做火焰文佛珠 看料子的油性和密度 市场价格一般在200到400元之间 火焰文其实就是黑金 树木在生长过程中树皮开裂 氧气通过缝隙进入 产生了这个部分氧化 出现了黑红相间的纹理 特别像火焰的感觉 商家就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火焰文佛珠 火焰文的优势就是观感上会更漂亮 不像纯色那么单调 而且带火焰文的料子 大部分都是野生林的老料 它的缺点就是不稳定 因为黑红相间会有这水分差 所以相对来说容易开裂 但是佛珠一般咱们正常去盘玩啊 开裂的风险是非常小的 所以放心入手 问题不大 第二个级别有这两类 市场价格的话 基本上都在300到500之间 像第一类 这类现在叫做纯色鸡血红泥料 名字很好听啊 首先底色比较干净 没有黑金 没有挑色 而且色差非常小 细节的去看 它的棕眼表现也是非常棒的 微微的是带一点肉腥 这类料子底子一般都是比较饱满的 如果是老玩家用心的去盘玩 后期盘玩出来的效果会非常好 像第二级别的第二类 就是这种常说的金星佛珠 金星比第一类明显就要多上一些了 细节来看 很清晰的颗粒金星 也是现在市场上认可度最高的一类 料子游性密度整体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也有这金星的点缀 但是底子明显没有第一类中饱满 咱们对比一下 第二级别的这两类 概括来说就是第一类肉质更好 第二类金星会更多 这个选择的话就看个人的偏好了 第三个级别在肉质和金星上就都有不错的表现了 像这种的话市场价格就是中百区间 像金星少一点的市场价格在四五百 金星多一些的就到六七百了 这类明显比第二级别的料子游性密度要好很多了 而且整体底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肉质很实 金星的表现又比较清晰饱满 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一类 如果有中百的预算 还是建议大家直接上到这个级别 再高的比方说到一千左右 甚至一千多的 也只是在金星上会有些差距 所以说这个级别在性价比上也是很能达的 OK就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慕一慎香 拜拜 拜拜